國民黨不是一向說 檢調都是在綠營掌控的嗎 那你送給檢調不是 請鬼拿藥單嗎 一開口就炮轟朱莉中廣董事長 趙壽康為了中常委選舉爭議 再度向黨中央喊話 凍結新任中場會 由國民黨的執政的縣市長 再加上立法院的黨團三長 由他們來代行中常委的職權 盡待調查結果 那調查結果要不要重選 朱主席自己決定 我們一定全力以赴 盡快盡速的 就現有的中常委選舉的制度 能夠更符合民意 公職能夠過半 人數能夠減少 而且為了防避分區來選舉 新上任的常委 同時也是立委的洪孟凱 力挺改革 黨中央也倍感壓力 任何的改革 我們都支持沒有底線 國民黨現在已經一無所有 絕對可以好好的來 大刀闊斧的改革 來回憶民意 畢竟只是競選期間 會選冠票傳聞不斷 讓國民黨支持度再度探底 但是打掉重練 也會讓現任中常委強烈反彈 不管是凍結或是重選 恐怕對年底選戰都是負擔 這一些疑雲風波綁票買票的新新聞 不斷地傳出 對於藍營的新人候選人來說 絕對是扣分扣分再扣分 那對於藍營的基層的 這些支持者來說 會是不斷地心痛 甚至會轉投其他政黨 黨內基層的憂心全寫在臉上 尤其國民黨的民調 已經被民眾黨超車 對白年政黨來說 最大在野黨的地位 已經搖搖欲墜 華語新聞宋君 林萬宇 台報道 請訂閱按讚 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機師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